这回即将有一个一百多件颜座在台北展出 这是很大的一个消息 她的照片里面大量的很多的肖像照 对她自己来讲她也提过 她觉得她50年的摄影生涯中 从肖像史从肖像中 肖像永远是她一辈子最关注的题材 往往引起她的回忆跟热情的也是肖像的照片 那我们可以看到从她的肖像照片里面 所有的人都是很自然都很温暖 都很生动很可爱的 表示这就是直见政治跟她被设者之间的关系 她是一个照片馆的师父 照片馆有时候拍照就是要 怎么样把一个平缓延误的一辈子最精彩的那种尊严 出现在脸孔的时候 把它按下快眉 是钱家湖 我们都在拍钱家湖 这所有人就排一排做面对的镜头 可是她太有趣了 自己连带个帽子拿个衣扇 然后跟太太还有她四个儿子 就 在地平性上 这个地平性上就是沙丘 沙丘本来还是长不出东西来 可是呢 却长出这富人家 那么的温暖 让人看得很感动 让我最感动的是她的作品里面有浓浓的家庭味 她拍了她的小孩 拍了她老婆 拍了很多家里的照片 尤其是每当我看到她拍老婆跟小孩的照片的时候 我都很感动 因为我会想起来 我从出生到现在的时候 我爸爸有帮我拍了一本相本 那这本相本呢 到我现在在看的时候呢 我还是会觉得说 哎呀 这就是摄影的原点 家庭 那我呢 这个 很高兴呢 这个 这么久之后啊 再来重新呢 阅读这张照片 因为 我有一个 这个 也爱拍照的 老子 所以 那个 一家人的那种 好 好 我自己的 所以在意的刺情 那个能够 亲眼呢 也能够体会到 那种感觉 是很舒服 她虽然已经走了 她的作品呢 又再度了 这个被 全世界里面很多地方啊 在大规模的展覽啊 这实在是一个 很幸运 不过我们总是在 印刷品上看到嘛 或是一些网络的 我图片上看到 那个 总没有机会看到 岩座 这回啊 即将有一个 一百多件的岩座 在台北展出 这是 很大的一个消息 我相信呢 哪一天呢 我们全家人都去看 去看呢 之前真的是家人 这边的岩座 这边的岩座 都去看呢 这边的岩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